第六十八集 就在这风林外 去见有一人副手而立 看这片景色 看得津津有味 让桓远先行进屋 厨余自己快步地走了过去 抬起手来拍那人的肩膀 一只胸也在此处啊 王一只的肩头瘦了一拍之后 并不吃惊 只是笑笑地转过头来 朝楚玉笑道 第一美人的邀请 我怎么能不来瞧瞧 倒是紫鼠兄你 怎的也对这第一美人有了兴致 怎的 难道就许你们看第一美人 却不许我来瞧瞧吗 倒是一只兄你 竟然是为了美人来的 怎么不进屋啊 反而在这里磨蹭 我只是心里奇怪 中年年 今年为何来得如此之晚 他做了个手势 是一边走边谈 哦 怎么说 前些年中年年前来健康 几乎都是春夏两季 今年 确实入秋方志 我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也罢 这与我并无什么干系 或许是我多心了 我如此忧虑又是何苦呢 他说完之后 两人正好来到大厅门口 王已知衣袖一阵 率先踏入门内 王已知是天下第一风流人物 加上楚玉所刻意营造的虚假身份于资源 两人同时进来 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自那次茶话会后 厨余还是头一次 如此在大众面前露面 一下子受到众多的目光聚焦 心中猛地一跳 可是 他还没有心跳完 便听到了一个柔软软腻的声音 好像是春天最以你的水调 或成了蜜糖 让诸位久等了 实在是黏黏的不适 这声音好像含着麻药 凡是听到的人 都会在第一时间里骨头酸软一半 楚玉虽然是个女孩子 不至于反应过度 但是也是忍不住 全身穿过一片湛里 这个声音太让人受不了了 声音的主人 其实并未如何娇柔造作 也没有刻意地扭捏或者是引诱 那是音质本身的魅力 非常柔软的女生 黏得像是新煮熟的糯米 然而这黏软之中 又带着微微的沙哑 每一丝震颤 都好似滚在人的心尖 这样的嗓音 配着微微疏离弹幕的语调 便勾造成了奇妙的魅力 在听到这个声音时 厅内几乎所有人 都将目光投往了声音的来处 楚玉也跟着看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 正从厅后的侧门里走了出来 那个少女 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模样 目如秋水 顾盼生辉 样貌是极美的 眉间的利落气质 也是别致 可是楚玉一看之下 却不由得有些失望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期望过高 才导致失望更大 她看着这少女 觉得第一门不外如是 似乎 是外界传闻 将所谓的中年年的美貌 给夸大了 才会传出第一美人的称呼 然而少女走出来后 却没有如楚玉所想的那般走向众人 而是停步转身 功力在门边 紧接着又是一个少女走了出来 相貌与先前的那个少女生得一模一样 只是神情略微沉静一些 她走出来后 站在了门的另一侧 王一只偏头 对楚玉低声道 这二人 是中年年的提身侍女 名叫朱颜和朱沙 从三年前起 便一直陪伴在中年年的身边 这两名侍女走出来后 接下来的 才是中年年 现身出来的是一只手 那只手 肌肤洁白滑腻 带着温润的玉泽 好像是由 一整块玉石雕琢而成的一般 这只只是一只手 比普通女子的手 白了那么一些 光滑了那么一些 线条形状优美了那么一些 可是 却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吸引住他人的视线 细说起来很长 可实际上呢 时间却很短 中年年伸出手来 在最先走出来的那少女 不知道是猪颜还是 猪沙的肩上轻轻地拍了拍 接着他便走了出来 他就那么地平静地走了出来 神情温柔而宁静 一身海棠红的长裙 色泽胶软艳丽 他来到大厅的中央 朝几个方向 各湿了一里 年年迟来 让各位久后了 楚玉目不转睛地看着中年年 他现在才知道 原来世上真有这样的美女 周身上下 你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他的五官精致 几乎无可挑剔 他的妆容很淡 睫毛长长的半脸 脸住明澈的眼神 他的神情不幽怨 也不如何娇媚 就是那样轻轻浅浅的 然而 清浅之中 却可以遐想出万种的风情 他走动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 都好似一朵花 悠然地展开 是那么地从容优美 周年年的美貌 并不仅仅在外表 假如仅仅是容貌的美丽 个人的审美角度不同 并不会认为 他为第一美人 周年年 真正令人倾倒的 就是这不经意间的 风华 他连身为同性的楚玉 也不由自主地 屏住了呼吸 连半点比较的心思都没有 天下第一美人 周年年 的确当得起这个称呼 周年年 这本来是一个 十分普通的名字 可是 在见到她的本人之后 这三个字 就仿佛蒙上了 一层梦幻般的美感 周年年 每一个音阶 每一个声降调 都好似 从心口发出来 带着不忍心唐突美丽的谨慎 周年年行完里 走回大厅正面后方 缓缓地在守卫座下 楚玉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这才一开目光 转头对王一之道 啊 名不许传哪 王一之 并未如在场许多人一般看得肉迷 虽然眼中带着欣赏之意 但楚玉一说话 他便立即能顺当地接上 确实是美人 怎么样 紫楚兄动心了 借 义之兄 不要开玩笑 哈哈 王一之哈哈一笑 一拉楚玉 两人在角落随意找了个空位 并肩贴近着坐下 也方便继续说话 目光一转 楚玉看见还远 坐在他们对面的位置 正神情专注地望着周年年 忍不住微微一笑 又转向王一之道 义之兄 你知不知道 周年年邀请人聚会 通常是做什么呀 不外乎便是与人商讨 琴棋书画 作诗唱曲 周年年的才学 我也是很佩服的 本朝虽然文人名士众多 但能集得上他的 却是少之又少 那么 比起一只兄弟来如何 似乎是头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 王一之思索片刻道 这个我并未曾想过 别的我大约比不上他 但是唯独输这一项 周年年应该比我逊色两分 他坦然而公正地评价 说到自己不如时 并不如何挫败 而说到自己 比周年年的强的地方时 也并不多么地自得 假如说 周年年各项才艺都是九十分 比起别人的五六七八九十分 强了许多 但唯独在书法一项上 王一之是一百分 周年年远不能及 再说到诗才 周年年应该也不如你府上那位余子远 那位兄台可是自我识字以来 见过的文采最卓越的人 王一之看了一眼还远 毫不掩饰地赞扬 而再论秦义 周年年也不如消别 消别的秦音 只差临门一脚 便可踏入幻境 周年年距离这个境界 还有很远 换句话说 就是 周年年的每一项才艺 都很优秀很出色 比起大部分人都要好 可是距离顶尖的层次 却还有那么一点的距离 这样的例子 处于在前世二十一世纪也曾看过 上学时 学生要考树门学科 而学生之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学生 就只擅长一项学科 把那一科学得很好很好 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 学科竞赛 也是频频拿奖 然而学生考试算的是总分呢 纵然 他把这一科学得如何好 也不能完全补足 他在其他地方的欠缺 这样的学生 往往让老师又爱又恨 而有的学生呢 每一科科目 单科都不算顶尖 然而他用力十分平均 所有科目都学得不错 如此总分算下来 最后排行榜上 稳居榜首的 便是那些总分 最高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 则是最让老师放心的那种 每一年三好生 优秀生都少不了他的份 拿这个来做比方 王一枝就是那偏科的学生 而中年年 则是能让老师放心的好学生 虽然做全才 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当大家提起 偏科的学生时 都会说是 那个什么学得 很好的某某某 可是提到全面发展的 好学生时 说的却是 学习好的某某某 若要系说 他哪一科学得比较好 却又说不上来了 中年年 便是这样的好学生 大家都说他 琴琴书画 作诗唱歌 无意不惊 可是具体哪一项 比较厉害 却又不明不白 他每一项都不错 可是 都不是那个 领域的顶尖 感觉 有点奇怪 楚玉忍不住想 虽然 他说不上是哪里奇怪 可是 就是很奇怪 而这个时候 优秀生中年年 说出了自己 邀请大家前来的目的 楚玉还没有理清 心里异样的感觉 源自什么 便被中年年的话 吸引了注意力 只听得他说道 念念此行 是最后一次 为诸位唱曲 周年年 举办这次聚会的缘由是 他老人家打算 金盆洗手 嫁人了 至于决定嫁给谁 他还没有决定 所以希望 在场的众人 能送他一件东西 倘若正好合他的心意 他愿意 将一生驼付 而其余的人呢 他会用一支曲子 回赠对方 其实中年年并不老 他今年也不过 二十三岁 还是一个女子 正在盛奉青春的时候 丝毫不见半点的老态 虽然 已经过了古代女子 嫁人的时期 但是以他绝世的 风华美貌 从来都不缺乏倾慕者 楚玉正在惊讶于 中年年这么早 就要嫁人的决定 王一支 却留心到了 中年年身后的 两个侍女的异样神情 名叫朱莎的侍女 气质利落一些 她皱了皱眉 好像对中年年的决定 十分的惊讶 而后 她与那名叫朱颜的侍女 飞快地对视了一眼 中年年的要求很简单 她会等一个时辰 这一个时辰的时间 便是大家去寻找 礼物的期限 中年年说完这些话之后 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是冻了起来 或者亲自回家聚取 或者吩咐属下去找 场面顿时显得混乱 而一片混乱中 除了中年年自己的人外 只剩下三个人 安坐于席上 便分别是 王一支 还远和楚玉 与周围的忙碌相比 这三人的不作为 便显得分外的醒目 中年年温柔的目光 也自然投向了三人身上 她的眼波 在怀远的周遭转了一圈 随即望向楚玉 这位便是近来 大家都在谈论的 玉子楚公子吧 楚玉征 随即点了点头 周年年继续微笑着说 玉公子 一会儿能否 也送年年一件薄礼呢 虽然今日 方是头一会见着公子 可是年年却觉得 好像认识公子许久一般 她说的这话 简直就好像是 男人对女人搭讪 感觉好像十分的面熟 是不是从前认识一样 这样的套路 楚玉生前 在网上和小说故事里 不晓得看过了多少遍了 不料来到古代后 头一次遇到 却是被一个女人搭讪 感觉很是诡异呢 因为这诡异的错位感 楚玉沉默了好久才回话 在她沉默的当口 收到了不少 周年年轻慕者的 带刺目光 更是让她全身的不自在 多谢年年的赏识 这是在下的荣幸啊 才答话不久 楚玉便后悔了 早知道 最开始就不应该 搭理周年年 因为在她接话之后 周年年 好像被她勾起了 莫大的兴趣 一直跟她说话 没完没了的 对于她的私人 秘制的茶叶 也很有兴趣 并且一直询问 那次茶话会中的情形 因为周年年的浓厚兴趣 导致聚集在 楚玉身上的目光 如刀 如剑 如刺 越来越多 楚玉只是觉得 自己好像都要穿成筛子了 最后只有找借口说 去寻找给周年年的礼物 逃次地离开了 其实 周年年人生的美貌 嗖嗖软软的声音 虽然一开始让人发麻 可是听久了十分顺耳 她说话 也十分地有见地 只可惜 时间不对 地方不对 倘若 换个没有周年年 倾慕者的场合 楚玉 还是很愿意 和她聊天的 毕竟 她来到这里之后 所见过的女子之中 才花出众的 仅周年年一人而已 楚玉逃出大厅 发现身后跟上来两个人 分别是王一芝和桓远 桓远跟她来不奇怪 但是 楚玉转向王一芝 苦笑着 一只兄 你出来做什么呀 不好好看着你的美人 却出来看我的笑话 王一芝哈哈一笑 伸手搭上了楚玉的肩膀 自然是因为 紫楚兄你的笑话 更为好看的缘故 被她这么一说 楚玉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方才的情形 实在是要命 而有时候 男人吃起醋来 更是让人吃不消 与王一芝 桓远 在枫林边 消磨了一阵子的时间 便瞧见 先前去取礼物的公子们 一个个回来了 楚玉对桓远 略意点头 示意他们 也趁着这个时候回去 王一芝 站在一边笑着道 你的礼物准备得如何了 方才 你可是答应了 中年年要送礼的 楚玉不慌不忙地 从袖子里取出一支玉簪 拿起来 在王一芝眼前摇了摇 不就在此处吗 他随身携带金簪玉簪等装饰物 一来可以防身 二来便是为了随时送出的宝礼 今天来参加聚会的 都是有钱人 出手的礼物 想必更是不菲 楚玉的这支玉簪 实在是有一些寒酸 但是 他暂且也没有更适合的礼物了 横竖也不指望中年年选中他 寒酸就寒酸呗 回到大厅时 中年年正在唱曲子 一边弹着琴 一边慢悠悠地唱 制作者 李奈一